久了過年就在要久了 一支營養穿高校的學生 大家都相當認真在寫春蓮 不過老師在上面所教的春蓮 不是我們平常是所看到的對面 所以寫著吃菜頭 年年喝菜頭 有的學生甚至是 尾龍 尾菜頭 丸布 以及魚丁丁 原來是好好結合台灣繡藝 以及適合的課程 在過年前 讓學生可以體驗不一樣的教學方式 也讓大家感到相當的趣味 有 我覺得很有趣 你比較喜歡寫書法 寫書法 怎麼寫書法 因為寫書法 可以讓我盡心 寫書法比較困難 因為我不太會寫 因為我不太會寫 不然可以一邊學習台灣繡藝 如果可以練習學習法 你看這種學習方式 是不是可以說是一間離顧的好辦法 讓我了解更多禮語的意思 也可以讓我在日常生活正運用它 寫書也像學生這麼好的春蓮 大膽好好來跳下頂頭 風風看起來 就像是一個村蓮隨著一樣 你看這句 這麼滴滴 讓你賺大錢 頂頭也還有圍到很多金錢 也還有吃魚 讓你年一年休息 整間學校 是不是超萬年多的氣氛 把這個禮語提供給我們的書法老師 請他指導學生來寫這些 這個吉祥話的春蓮 那把它佈置在這個走廊上 來形成一個這個春蓮的隧道 那我們推展這個這個書法教育 已經很久了 長期以來 已經把推動這個書法的教學 那這個禮語的部分呢 是配合我們的本土語教學 讓學生認識一些禮語 用春蓮來佈置先的水道 頂頭說現在的春蓮 是不是都相當趣味 不然還先覺得好色 就另外人看見也覺得神色 這個春蓮水道 也變成白的好好 送目的得勝 記得做我開採用報道